大家好 我是菲莉老师 我们现在要来介绍一个拜粘停的技法 它可以作为一个配件 那组合起来也可以作为链条 那我们会做一点点小小的变化 就是圈圈的大小 我们会做一点点小小的变化 你也可以从头到尾都用同样的细圈来做 但是我们会做一个小小的变化这样子 那我们首先取一个一层五的环 闭合起来 作为连接环使用 因为它非常的小 不好握 那拜粘停的话基本上它就是 勾三层之后再去做翻的动作 那我们先把它加上第一段 两个平行圈 那这个我是用一层七环 第二段也是两个平行圈 一样是一层七环 第三段也是两个平行圈 第三段也是两个平行圈 第二段之后我们要开始来做 就是翻的动作 翻跟勾的动作 那它的口诀就是 把最后一段的两个环前后翻 再把倒数第二段的两个环左右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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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勾 那这个勾的这个步骤 就是我们要勾这个 在第二段中间的 打开来的时候看到第三段的这两个环 那这两个的话 这一段我们要用一个比较小的 一乘五的环来勾 勾住这两个 就是第二段中间看到的那两个 同样位置再放一个 那这两个小的 这个勾的这两个 小的一乘五的环 它同时也是下一组的第一段 那第二段 所以它第一段也是两个小的平行圈 它只是小的 那第二段 一样是两个平行圈 那一样是一乘七的环 每户到大的 那你也可以从头到尾 都用一样的大小的环来做 可以 那第三段也是一样 两个 一乘七的环 三段 三段的这个平行圈 第一段 一乘五的两个环 第二段 两个一乘七的环 第三段 两个一乘七的平行圈 那第三段的时候 我们一样要翻翻勾 但是这个勾的这个部分 这一段我们用一乘七的环 我们现在把最后一段的一乘七环 前后开 第二段的环 左右开 你就可以看到 在这个第二段中间的这两个 拱起来 第三段等于是上下颠倒 那我们取一乘七的环 勾这个 两个环 同样位置再放一个 那这样子的话 就完成一个拜暂停的一个配件 如果你做链条的话 你可以反复的再编下去 就是 在这样子 连续编制作为一个链条 那五 也可以做成一个 单平的一个配件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我就会在这里再加一个 连接环 让它比较对称一点点 那我加一个小的 一乘五的连接环 今天如果它作为一个 这个 项链里面的一个配件 或是手链里面的一个配件的话 我会这样子做 那如果你要做 连续的链条的话 那你可以用 同样的大小的尺寸 然后就一直重复的边 这样子 像这样 如果连续 以同样的尺寸来做的话 就 它就是比较 从头到尾都是 粗细一样 那只是在做图特的变化而已 好 我们可以试看看 三段 然后就用来翻翻勾 口角就是 翻翻勾 第三段打开来 第二段 第三段打开来的时候 它等于就上下颠倒 它就上下颠 交换位置 那我们再把第二段打开来 取新的环 由这个 第二段的中间去勾 第三段的环 同样位置再一个 那这两个也是平行圈 不是交叉圈 这两个同时是下一组的第一段 就是 嗯 嗯 中文字幕志愿者 这两个又是下一组的冰段 这样又已经三段了 一二三三段 那我们又把第三段打开来 然后第二段打开 第三段就把它拱起来 新的环勾住这个第三段的那两个环 这同时又是下一组的第一段 这两个环勾住 一二三 第三段的环前后开 第二段的环左右开 把第三段拱起来 取新的话由这两个中间 第二段的中间去勾第三段 那同样位置再放一个 看一下 这样就可以做成一个支带 跟我们的那个就是 因为它这样子等于是说 你做两组之后 它就可以看起来就像是一个 单一的配件的感觉 我们是做这样子的效果 这样子 我们是有做一点大小的变化 然后可以作为单一的配件使用 那你也可以 就是说用单一配件的技法 然后去把它做成链条 也可以 这是我们今天介绍的 拜粘停的技法 我是菲律老师 下回见 谢谢观看